如何正确地治疗梅合器? 薛志文,副主任医师 梅合器这样一个诊断的话 属于一个中医诊断 在西医上的话 我们可能就叫慢性咽炎 病人可能会有咽部的发痒 咽部的发肝 或者咽部的一些异物感 一般来说时间都比较长 慢性咽炎的话在临床上比较常见 但其实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 比较棘手的 最主要还是要找到它的病因 临床上有些病人 比如说有用嗓的过度 或者有些人比如说有长期的吸烟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去除诱因 有些人的话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 比如说心理压力大 它会感觉炎部有些异物感 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其中临床上还比较常见的病因的话 比如说有些人我们觉得有消化系统疾病 比如说有胃食管反流 引起的叫反流性咽喉炎 这个也在临床上发现 这样做一些相应的病因的治疗 可能病人还会减轻症状 其他的一些缓解的药物 比如说一些拥有慢性咽喉的药物 也可以缓解病人的一些症状 专家提示 1. 梅合器属中医诊断 西医叫慢性咽喉炎 2. 治疗比较困难 主要是要找到病因 3. 临床上要针对病因进行治疗